在O365里面呢 它有一个应用服务 叫做Microsoft Stream 同学在哪边呢 你只要像老师一样用 登录的方式登录到office.com里面 然后进到office.com里面之后呢 左侧这里 这一排哦 你可以点选上方的这个九宫格的图示 好那它里面呢 就有一个叫Stream的工具 你也可以点所有APP里头 这里呢所显示的内容就是 O365里面呢 这个账号它所拥有的 其他的相关的微软的云端服务 那老师呢 刚才呢 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呢 在O365服务里面呢 它有个工具叫做Stream 这个Stream可以做什么呢 好它是一个类似YouTube的平台 可以让我们把影片摆上去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Teams里面 所录的影片 它会自动放在Teams里面之外呢 它真正的储存空间 其实是存放在Stream里面 所以我们在Stream里面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影片 老师刚才发现的就是在Stream的功能里 它可以让我们录制影片 也就是它里面呢 有提供的录制的工具 线上的哦 我们就可以直接录制哦 所以我们只要点了这一颗Stream进来之后 下面就有一些我们曾经之前开会的资料哦 然后上方这边就有一个工具叫做建立 在这儿 录制画面或影片的工具 它是线上的 所以你只要点选它进来之后 那左下角呢 你可以去选择你的Webcam 还有你的麦克风 可以自己去选择 然后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它录制的长度 目前支援到15分钟 可是这个如果拿来做翻转学习 或者是混成式教学 你希望在课前让学生看一小段影片的话 我觉得15分钟差不多耶 你不要录太长 另外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它录完了之后有两个好功能 第一个可以帮你把你所讲的话的内容 变成CC字幕 那字幕会打在旁边哦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是它可以在我的影片中加上互动功能 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录一小段给你们看哦 所以我就按下开始录制 这时候它会出现是像这种共用的画面 那跟很多的线上版的录制工具都很相似哦 我只要点选这里 就要点它一下哦 那我现在是录整个萤幕 按下共用 好我们现在就在录了 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是录音 录影测试 好那老师现在录完之后呢 你看是15分钟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去讲你的课程 那它可以录电脑画面嘛 所以呢你看老师回到桌面哦 它让我在录画面的时候 老师的影像是在的耶 而且老师影像还可以搬动 也就是我在录的时候 我可以搬动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录影起来了之后 老师的画面就会整个是录起来的 好那录完了后呢 我们如果要回去 好我们再点Edge 所以老师刚刚是用Edge浏览器哦 我测了一下蛮稳定的哦 好因为他们家本来就是Edge浏览器的哦 好那这时候呢老师回来 我们可以按停止共用后 它就结束录影 好我们按停止共用 好我们回到Edge浏览器里头 你所录的这一段影片它会在 并且它还可以剪辑 那它剪辑的方法叫修剪 去头去尾留中间 所以老师前面这一段 如果还没有开始录的 就是画面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去调整你要的位置 好就可以去调整它 好来那我们就OK咯 OK之后就按右下角的上传 或者你可以重新录制 好我们上传到Stream 那Stream呢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内部的YouTube 它不是对外公开的 只有你们班上的孩子 或者是你们的团队的成员 才能够看到这一段影片 然后另外的话右上角呢 这边有个名称 好角色来 好下面的资料你可以输入一下下 好下方这边呢有一个蛮重要的叫做影片的语言 你要跟它讲你的语言是哪一种 它会帮你直接翻译翻成CC字幕 那我这边给它繁体中文 好然后呢你们公司或是团队里头人都可以看吗 你自己可以去勾选后按下发行 好那影片还可以下载哦 这一个储存视讯档 你可以把它另外的存下来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好给各位看一下样子 它就存下来 它是一个webm的格式哦 来那完成后还现在再上传了 我们就按一下前往影片 这时候呢我们会正式的再进到 Microsoft Stream的画面 那它现在正在处理中 就是让它跑一下下 好那它跑完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 你看哦 右侧就是我们曾经做过录影档 那这是你已经发布了这一则的讯息 你看可以分享给学生 但是呢 这个分享会建议是在Tims 因为它不能够对外 它是对内的哦 所以你就是点选它复制 好等老师的其他的部分转完 那它可以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来看 复制完后 这一则讯息 我们可以把它贴在Tims里头 例如说我们现在团队里头 按一下新增交谈 在交谈的位置呢 这里就会有一个Stream的选项 您点它后呢 给予刚才的连结 这样你可以先观看课前影片 就可以把它PO上去 好那PO上去之后 这一则就OK咯 那我们点了一下之后 学生就可以连出去看 那他必须都要登录 O365的账号才能够观看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是已经转好的 转好之后呢 你只要点选后 就可以听到 可以看得到画面内容 右边就是它的一些功能 你可以点看看 播放速度啊 跟YouTube其实有点像 好那我觉得它真的蛮厉害的工具在这 来就是它互动功能 我可以呢 让学生看课程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出现题目 也就是说他看到课程可以出现题目 那这个跟两套软体很像 一个叫做那个Near Park 它可以到什么位置的时候停暂停 那题目跑出来 直接在影片中哦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Cintosh 它做数位教材的 也会出现这个 好那我们旁边已经有这个 互动功能的工具后 你可以按一下新增表单 它其实就是接到 他们家的电子表单 那这里没有办法直接 借接 就是直接在这边做啦 所以你要先回到 电子表单的地方 把表单先做好 会出现微软的Fonts功能 进来之后呢 我这边已经出好一个题目了 那我们可以点进去 看一下这一个题目的连结 它需要的是共用连结 所以你到右侧选择共用 好然后呢复制它的连结 复制完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回来 回来坐在这个位置呢 把连结贴上去 下方呢就是你的表单的名称 时间的话呢 就是你现在所点的位置 你希望在哪个地方呢 可以出现题目的 你就可以让学生呢 看完的某一个概念后出现作答 看完某一个概念出现作答 一直累退 完成后呢就按下新增至时间轴 这样就进来了 然后另外呢 它有一个叫文字记录 这边的话它会花一点点时间做转档 那我自己大概测了一下后 我发现 我如果给它的是繁体中文 它在这个地方呢 目前是 好我们点点点点哦 然后这里会有个更新视讯的详细资料 语系的部分它会去帮我们自动产生哦 所以这边有一个字幕有没有 你可以按下下载档案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字幕档 对但是它的字幕档啊 我发现是就是会目前是简体字啦 它的支援度上面来讲 繁体中文好像支援的还是没有到这么完整 所以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选择繁体中文 它刚才前面的地方不会自动产生字幕 可是如果是简体中文的话 我发现它是可以的 也就是呢我们这边设定完了之后 然后呢再回去 上方有一个套用 好记得按一下套用 就是如果你有修改的时候 你就按一下套用 它回来这个画面后呢 它会自动去产生文字记录 也就是我的讲话的位置的CC字幕 像这样 你看CC字幕就会自己出现了 就这个辅助字幕 好那旁边就会自己再跑出来辅助字幕 但它需要一点点时间让它跑 旁边就会自己有相对应的字幕工具跑出来 所以呢这个是蛮独特的功能 可以让我们去产生 很像YouTube的CC字幕 但我比较喜欢就是它这一个互动工具 好那互动工具的话是这样 当我们现在播放 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看它就跑出来了 它会在中间卡一个题目 好那学生填完题目之后 按下提交 后就可以继续往下走 那我有测过 如果没有到那个定点 你直接点题目 它也会出来 所以呢学生还是可以自己点的啦 但是但是 学生要做题目 他还是要先看课程嘛 不然他怎么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呢我觉得 不用太去在意说 他一定学生自己乱按会跑出来之类的 他还是要先看完老师们前面的教学 他才知道说这一段是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蛮好的是 我们可以设计在整个 学生如果要观看我们的课前影片的时候 他光看到某一个位置时 我们可以抛题目 让他去思考看一看 这个题目上面的 跟老师刚刚前面所讲的你在想法是什么 所以他题目的部分 因为他是用电子表单的方式 所以他可以有开放性的题目 他可以有选择题单选题 提醒的部分就跟一般的电子表单是一样的 所以老师们可以将这样的一个工具 应用在我们的课前 如果他要先进行一些课前预习的影片 课中的时候看完一段影片之后呢 一样的可以跑出来有相关的说明 以及在课后的地方学生开来练习 所以这个是在搭配着教学时影片类型的 让学生在观看的时候也能够暂时停下来 思考看看刚老师讲的前面的内容 那是否有吸收进去 所以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工具 而且它是附在微软的生态圈里头 那非常非常少人知道这样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希望借由这支影片呢 也让各位了解到原来Microsoft Stream的工具 不是只有放影片咯 还可以做到像这样的一个教学影片咯 好那提供给各位咯 拜拜